气垫是一种充气床垫或睡垫,旨在提供舒适的睡眠表面。 床垫使用电动帮谱或手动帮谱充气,并且可以调整床垫内的空气量以提供所需的硬度或柔软度。 气垫通常用作临时睡眠解决方案。 例如在露营或旅行时,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气垫可供选择。 包括,一,充气床垫。 这是最常见的充气床垫类型。 它们设计为使用电动帮谱或手动帮谱充气,并且在不使用时可以放弃并存放起来。 二,自充气床垫。 与充气床垫类似,但不需要外部帮谱来充气。 相反,它们的设计目的是在暴露于空气时自行膨胀。 使用气垫作为水上玩具或漂浮装置的好处包括。 一,价格实惠。 与其他水上玩具或漂浮装置相比,气垫相对便宜。 二,使用方便。 充气床垫依于充气和放气,依于储存和运输。 三,多功能性。 气垫可用于多种活动,例如游泳、漂浮、躺卧或睡觉。 充气床垫和Lilo或女士床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, 充气床垫是充气床垫或睡垫, 而Lilo或女士床是充气床垫或睡垫。 通常用作水上玩具或漂浮装置。 在英国和南非等一些国家被称为LiloLilo时特定商标, 原字短语Sleep Low。 是的,使用充气床垫作为水上玩具或漂浮装置时, 应采取一些安全预防措施。 这些预防措施包括以下。 一,使用前确保充气床垫以适当充气。 二,使用前检查充气床垫是否有任何损坏或磨损的迹象。 三,请勿让充气床垫超载。 四,进入比建议深度更深的水中。 四,进入比建议深度更深的水中。